有些人说不会变的 一样用同样的手法 如果特朗普的手法这么正 就不用换过总统 给特朗普做 拜登上台 不可以对中国好的 对中国好他就 美国迟早 其实现在一定想办法 制定一些政策 将来不会 令到香港金融市场 这么得益 我自己觉得 中国的外循环 没有那么容易被你叫停 如果中国的外循环 能够保留 甚至还有更高的发展的话 香港就 欢迎大家收看 C对话的第二部分 继续是威威和施老板的出现 施老板欢迎你 你好 大家好 上一集就说到 你现在是四成的股票 大家看看上一集的分析很精彩 今集讲一下2021年 上集讲一下楼和股 2021年中美关系都很影响我们 所有的东西包括政治经济股票 你有什么预期的前瞻呢 尤其是拜登已经上台了 朗普也下台了 朗普也下台了 对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的大幅改善 我没有抱有太多的幻想 那拜登自己 拜登的幕僚 都在很多场合都 显示了这方面的态度 就是他们说特朗普 这方面不正确 那方面不正确 但是也没有说特朗普对华政策不正确 就是我自己接触美国 美国人之中反对中国的情绪是相当普遍的 就是已经是新入民间 那他们反对中国是来自哪些情绪呢 歧视华人、台制华人 有些当然是他们西方有一部分人是 民族优越很强的 就是他们大白人主义 这些人是无论什么时候 都反对其他民族的 但是这些不是多的 那另一批其实是 他们觉得中国的崛起 是抢走了他们的工作的 就是有一批美国人在这段时间 他们的生活水平是没有什么增长的 即使他有工作有发展 都是中产的改善不大的 就是美国哪些人改善得多呢 赵贝斯那些就改善得多了 赵贝斯那些就改善得多了 哇 破产边缘 有些就立刻变了 数以十亿身家 然后过八亿过千亿 哇 坐火箭也没有升得这么快 哇 这些人就发达了 而且是和老婆离婚 都不知道分多少多少 多少八亿给人的 那他们觉得这个真是 不知道是什么世界 为什么我们和他生活在不同的美国 为什么有些人这么发达 就是那些人钱多 就是分薄了他 但是他又看不到这些情况 他又觉得尤其特朗普上台的时候 常说工作崗位被中国抢了 中国的科技又偷他的 那他就因为自己的生活 不如意怀恨中国的很多 就是美国现在你去洛杉矶那些 说未去到很郊外 就已经是马路边睡了人 搭了帐篷 那些食物银行 派免费午餐 排队排很长 就是很多人连开饭都不够钱 你看拜登上台 第一天做总统去做什么呢 做义工就是帮别人的食物银行 打包那些 将那些食物分配那些食物一刻一刻 就 就是这个反映 美国现在那些人最需要就是派饭客 总统也走去 入饭客 那 所以是有一大批人生活 是不是那么好的 他们的中产以前因为美国科技发达 他们的收入当然好过很多第三世界做农业 现在全球化之后 那些科技知识已经传播到全世界 不止中国有工业 越南 印尼 马来西亚 墨西哥 土耳其 全部都有自己的工业 那美国 又是做这样的工业 他是做这样的工业 所以他们都身身不分的 那另外有一批就是就是他本身就是觉得中国的上来不是抢他的工作 而是抢他的国际领导地位 那这些这样的想法在美国民间很普遍的 所以拜登上台不可以对中国好的 对中国好他就被千呼所指的了 那但是是不是照着特朗普那些又变本加厉呢 那其实你看他说话 他说暂时不会改变 譬如对中国的关税 对华政策 他加了一个短期内不改变 暗示什么呢 就是迟些有机会会改变 那态度不改变 要针对中国 要排制中国 要压制中国 这个态度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用的手法呢 就没有特朗普的时候 这么简单粗暴 他会看清楚哪些东西做出来 有道理一点 会获得其他人支持一点 也都不会对美国的产业 造成太多的损害 因为有些东西 为什么你看特朗普说 不要买芯片给华为 不要提供技术给中国公司 说了很久 说完又给一些特许经营 给一些人继续卖 因为他知道一下子停了 美国自己那些科技公司会死掉 没有了大客 叫他不要做大客 所以他其实不是对中国特别好 有些东西又给你一些东西 他就给他自己国内的公司 说不行的 你这样搞 你搞死美国自己而已 所以其实就有些东西 不是说做做到的 有些东西做来没有效的 比如加了很多关税 原来那些关税是美国入口箱给的 入口箱就叫了消费者 你又背一份 对中国可能没有太大影响 因为他找不到第二家做 如果有找到第二家做的 都不是找到美国公司做 是找了印尼做 找了墨西哥做 不抑中国抑了第二个 或者第二个都不是 越南可能都有生产 但是越南偷鸡就在大陆 那他实际上 中国一样有生意做 所以你看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增加 贸易盈遇又增加 所以效果不大 所以他会选一些真的有效果 又做得到的做 就不会像特朗普那样 就是要表面上风光 我相信是会变的 如果不用变 有些人说不会变的 一样用回同样的手法 如果特朗普的手法这么正 就不用换过总统 给特朗普做 他能够做总统 就是拜登可以做总统 就是那些人想他走特朗普不一样的政策 我说对中国的态度不会变 其他很多东西都变 对中国的具体的方式 压制方式 排制方式 会跟特朗普不同 而不同之中 应该是会理性化一些 他又说得很漂亮 他说不只是靠压制中国打压别人 就是靠自己提升竞争力 如果靠自己提升竞争力 就是和中国自由竞争 中国很欢迎 所以我认为都会变 你觉得可能是哪方面 觉得更加理智地打压中国 是怎么做法 你预测如果你是他的 你会怎么做 我相信大部分情况是会比以前温和的 特朗普加税是什么都加 加完一批又加 加到最后什么都加了 那有一些东西是美国可以取代的 你就加了他贵了些 美国自己都做到 做了之后美国还是在输一大部分 美国自己没办法做的 那做来也没意思 就是要做一些有用的东西 那另外譬如他之前打压自肢挑动 那自肢挑动 没有足够的理由去打压他 那你给美国给其他国家看来 不是一个很光彩的行为 那变成他 和自肢挑动都可能在法庭上 都可以去申辨 那他这些他会考虑 不要做了一半 缩回头 比如打压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是Yahoo迟了一大部分 Softbank又迟了一大部分 下把外资来的 都 马云只有7% 8%而已 那你打压他 就是杀错良民的 那我自己觉得有些事情会看清楚来做 就现在你看 说了最后没有做 做了最后没有得益 那做来也没意思 明白 你估计好像是孟晚舟 他会不会今年拜登上场 美国会放过他的 那这件事情我不知道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孟晚舟犯的法 是去到什么程度 就是基本上他就有 他下面的公司有和伊朗做生意 我相信和伊朗做生意的人很多 是不是个个都去到这么严重 你如果卖武器给伊朗就严重一点 普通的生意往来 美国也不能打完 如果是现在放声器 说要和孟晚舟和解 要他认罪和解 中国可能不是这么轻易接受的 那你就这样放了他 美国又难下来 那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现在僵持在这里 对美国不是太多好处而已 明白 现在实惠组织 WHO又是中国在调查 就是COVID-19新国患病毒的起源 你觉得有没有机会 因为疫情现在也算是 缓和疫苗也出来了 会不会再事后 会引起西方国家 用着什么借口 围攻中国因为这个疫情 那美国一直没有放松 在这方面咬住中国的 那我自己认为 中国即使在开始的时候 处理得不够好 其实这个疫情是新的疫情 很多事情要搞清楚才做到 如果说对疫情反应迟钝 那欧美国家更加反应迟钝 不要说对外面反应迟钝 对自己国民也反应迟钝 所以我觉得是理由不是很充分的 所以你觉得会有什么 全战多的是可以有实质的影响 因为你以为还是八国联军的年代 你说要罚多少就罚多少 不是你说罚就有 明白 其实现在看到 美国对中国的企业 令到要禁锁 要脱牌 你觉得 因为我有跟朋友聊天 他说其实美国 禁锁了 接着来香港便利益了香港 美国迟早 其实现在一定想办法 制定一些政策 将来不会令到香港金融市场这么得益的 他说一定正在做这件事 不过未公布 迟早会做的 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现在一直在做的 就是我自己觉得 因为中国是现在世界经济 如果说以购买力评价去计算 他几年前已经大过美国 以增长速度 以带动全球经济的能力 中国已经大过美国 那么美国想保持自己一哥的地位 如果要跟一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切割 要跟一个有对经济积极影响的一个经济体切割 因为美国是对他自己没有好处 也对美国的美元的价值没有好处 拿着美金有什么好 买什么都可以 每个人都受 你自己限制自己 美金不可以买中国东西 那就少买很多东西 美金原来不可以买中国产品 不可以买中国股票 不可以投资中国 那么美元的价值就会下降 那么现在他已经满印美元 已经不值钱了 还自毁自己的价值 所以是没有可能做得到 做到 中国做的最坏打算就是标识内循环 但是实际上现在不用内循环 我之前不知道在这里说 内循环不外是货物的循环 资金的循环 人的循环 文化的循环 货的循环没有少到的 贸易战加了关税 这个不准卖 那个不准卖之后 中国的贸易上升 盈余上升 资金 你说他 要不让中国做这样 不让中国做那样 人民币是上升的 有个时期要7元换一美金 现在六个半都换到了 为什么人民币会上升呢 就是很多人 唱人民币 唱了人民币去大陆投资 大陆的FDI 就是直接外国投资 连续9个月都上升 那就是钱还是去大陆 你大陆的股市都上升了 我今天看报纸 好像挪威主权基金 想请人专买大陆股 美国几间投行都是叫客人投资大陆 看好大陆 那他是做不到停止资金的外循环 人就现在没得外循环 遲些你看旅游开放 有哪个国家说不要大陆客 那中国的留学生 质素不差 现在他叫美国的大学不要收中国的留学生 很多大学都不太满意 他们的研究计划可能要中断 所以我自己觉得 中国的外循环 没那么容易被你叫停 那如果中国外循环能够保留 甚至还有更高的发展的话 香港就不用死了 香港如果以前靠什么 是靠外循环而已 不是靠中国的内循环 香港就在中国的外循环里面扮演角色 就是在发挥功能才能找到食 哇突然间说中国要做内循环为主 香港很多人都吓了一跳 我正在做外循环 你叫我回去内循环 有一段时间都没找到食 是 是 那时候我说要香港转型很惨 香港人不是那么容易转型 那现在只要譬如到了疫情过去 你发觉中国的外循环没有萎缩 还有增长 那香港就一天都光亮了 所以就今年之内 已经可以看到 中国的外循环保不保持到 如果中国的外循环保持到又有增长 香港就不怕没有发展的机会 如果这样的话 香港的股市 香港的楼市都可以升 你刚才说移民那些 快快快快回来 外面有恶物吃 那你就自己要考虑清楚 明白 好 好多谢施老板 多谢你 拜拜